新介入螢幕噸 鬼影,追追追 大便,疑大堆 疑大堆 通常鬼故事都是这个疑神疑鬼 或是好像看到什么东西 夢到什麼東西 這裡有一個巨像 以前的國光義工隊的對本部 在當時大城堡的對面 就是重慶北路那個地方 裡面有一個大禮堂 大概不知道什麼時代留下來 這個營區呢 有傳說很多奇怪的靈異現象 而且是能夠被看見 大禮堂的三樓 同時也是隊員的宿舍 所以每一個人進出宿舍呢 就一定要經過大禮堂 因為他的樓梯就必須會環過大禮堂 所以不管你什麼時候經過大禮堂 大禮堂裡面有沒有活動 有沒有表演 大禮堂的任何狀況 只要進出的人 你眼睛稍微看一下 或是你不願意看 你都能看到大禮堂裡面 到底什麼狀況 營區裡面的鬼屋是太多 我今天講一個小的 就是關於這個大禮堂 大禮堂的樓梯呢 因為它是部隊的義工隊 所以雖然人來人往都是穿便服的表演服役的人 但是他們還是有跟部隊一樣 有安全事關這件事情 在上面的樓梯 有這麼一天 一個隊員呢 半夜去兼差 去酒店或是什麼地方兼差 反正不是賣身啊 是表演音樂這種啊 半夜兼差 然後半夜回來 就經過安關室以後 就跟安關打個招呼 監察我來了 就叫了 他上去 就走兩步樓梯一彎過去 就看到樓梯上面 背著一個女的 就靠在樓梯那邊 他看到是背著頭髮很長 在那邊哭 整體有抽氣 哭這樣 那在義工隊的學制裡面呢 他並不像你現在想像的狀況 可能就是喔女生在哭 我們就過去安慰他 沒有 他是有點半軍隊 因為義工隊嘛 有點半軍隊的那種制度 所以這個 兼差回來的音樂人 走過他身邊以後是先 哭什麼東西啊 其實這就是一種關係 這就是有安慰 結果這個女的沒有理他 沒有理他呢 他還這樣拍這個女的一下 然後拍了他一下 這樣 這這女的一拍他 這女的就轉過來 臉轉過來 這個音樂人就嚇著音樂器掉了一地 因為這女的臉上 沒有五官 哇 這很緊張 安慰 安慰根本不敢上來 安慰就在樓下 怎麼樣 你幹嘛 怎麼樣 什麼事啊 好 然後這事情很快就傳開了 然後大家就知道樓梯口會有一個沒有五官的女人 在那個地方 可是你還是得經過啊 那有一天呢 也不晚 就是準備晚點名完了 晚點名大概就是九點九點半 然後晚點會有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到十點 然後洗燈 晚點名完了 有個隊員到樓下打電話 打完電話他就上去 上去往上走呢 就看到這個禮堂裡面 走到二樓以後 就看到禮堂的舞台上面 有一個讓他嚇到極限的一個畫面 一個穿著白紗禮服的女人 一個穿著白紗禮服的女人 在舞台上有點翩翩起舞一樣 旁邊還站了一個黑色西裝一個男人 跟著女的兩個共舞 然後最右邊還有一架鋼琴 他們原來就擺在那邊的鋼琴 上面還坐著有一個人在那邊彈 而且是極飛 然後那個女的就 那一對男女就把他們跳舞 但是這個鋼琴他這樣彈 可是鋼琴一個聲音都沒有 然後這三個人 真的就像你看到的電腦畫面 三個人身上都泛出輕輕的光 然後三個人身上都是透明的 在地上跳完全沒有任何聲音 而且沒有影 你覺得很可怕嗎 沒有 後來這些義工隊員就覺得習慣 然後新兵會告訴老兵 欸 舞台啊 舞台有的時候晚上半夜有人在彩排 不要理他 至於為什麼不要理他呢 你有機會你理理看嘛 鬼異追追追 大便一大堆 你打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